所以通常是這樣 我們會去看這個客人 是不是忠誠的客人 對 所以如果今天我能夠 藉由這個活動 讓這個忠誠的客人 持續來我這裡消費 老實說這個證明 我本來就是要送給你 我覺得行銷人員好可怕喔 他們在洗腦我們 他們在控制我們的大腦耶 真的 他們完全掌控了我們的思維耶 我們就是完全聽話耶 這動作耶 對啊 每個人說要辦卡嗎 好 而且我們要辦得很開心耶 好 來 交流快點啊 好 但是要請時芳來教我們一下 我跟大家講一個事實 你們有沒有想過 有時候我們拿到 集點卡的時候 本來是十個空格有沒有 對 有的時候他會先蓋兩個章 你們有沒有發現 有 而且拉麵店也是這樣 飲料店也是這樣對不對 為什麼 那個叫做快速成功法 什麼意思 快速成功法 明明喔 他說 所以它格子卻做成十格 然後蓋兩個章 讓你感覺我已經開始了 其實我離那個目標 已經不遠了嘛 對 它等於就是 它等於先送你兩點的意思 先故意先送你兩點 因為要不然的話 你給我一張空白的 我下次就丟掉了 對 所以我跟妳講 莫貞就是那一種有沒有 非常懂人的心理 你就會覺得說 我已經開始了 我現在洗一次車 我就有三點了 對 我只要再洗七次 你看 三點 這個三點跟七點 感覺上沒有很遠 對 所以你就會好好的 收著那一張卡 然後你就想說 下一次我要洗車 我在宜蘭我要開回台北 就洗 還是來洗 對 然後那天明明就下雨 但我還是要洗 對 而且心理學家做過測驗 就是已經先蓋兩個章的 會回頭再去變成她的 忠實顧客的 其實機率多了兩倍 對 因為你就覺得你開始啊 我覺得這真的是起來有 這真的有道理的喔 對 可是像我們剛剛不是也講嗎 因為我覺得這些 我們在集點換的商品 其實它也不斷地在進化 對 但是以前我們真的會覺得說 花了好多心血 然後換了那東西 品質有時候真的很不OK耶 對 你知道嗎 換到不好的 加入這種就是什麼 某一間店什麼品牌的 這個社團好處就在這邊 因為那時候 我都是換鍋具嘛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在那個社團講說 今天怎麼突然那個鍋蓋 突然就碎裂了 突然有爆炸聲 蛤 對 就好多 那一個禮拜接二連三 就是好多網友都這樣子寫 然後都拍照 很危險喔 對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不可能 一定就是操作不當 然後我就不以為他想說 就這些人可能就是不會用這樣 對 然後有一次我出門回家 我要進廚房的時候我想說 為什麼我的地板 都是一顆一顆亮亮的東西 然後等於打開就想說 哇 那鍋子整個是 就是上面的蓋子 是這樣啪這樣子 我根本沒有用 你沒有用 它自己自爆 它自爆 這好危險喔 然後我的那個爐罩上跟地板 全部都是碎玻璃 其實這個東西我覺得啦 因為做贈品是這樣子 而且很多的品牌 它是有授權另外的贈品廠商 在幫它做贈品的 所以它的贈品 真正在百貨公司賣的 跟我們換到的根本不一樣 賺品 就正常的商品跟贈品 其實可能是不同的生產線 那它說市價 譬如說這個鍋子 一萬三千八好了 所以根本就是 也不值這個價錢了 但有可能它參考的就是 正常商品的價格 對 而且你看喔 它後來自己還花了三千多買 也沒有很便宜 然後還要自爆了對不對 好可怕喔 可是就算即便如此 我們也還是忍不住了 就是一直想要擠下去啊 所以我們還是要 學一些真本事對不對 應該有 可以真正省到錢的方法吧 就是其實我們 我們在看這個東西 我們常常在想說 很多的東西它是偽裝 偽裝就是 它偽裝成一個 一個贈品的感覺 讓你去擠點 因為其實早期 我就說我們早期 都是有一個預算 然後你可能擠 你早期擠在擠點 我就免費送給你 現在不是 現在是你擠完那個點 你還在花一筆錢 你才能夠拿到這個東西 像我就會去看看 這個刀子在百貨公司賣多少錢 它現在用多少點 要叫我加多少錢 那我到底花不花 而且就像 沒有 就像宋哥說的 很多時候 你其實在網路上 是可以交換的 那我想問一下 那加一元多一件 這整件事情 應該就是很划算的吧 這個是 這個其實它 它是另外一個邏輯 叫做 我舉個例來說 可能你今天買了一千塊 然後我送那個冰雪芹的鏡子 你就會覺得 好像不錯對不對 不知道滿額就送我 但是我跟你說 你一千塊 你可以加一塊錢 你就得到這個冰雪芹的鏡子 加 加 你看全部都加 對 可不可以加十塊 對 拿十個美金可不可以 然後九個拿去賣 你會不會覺得 我這一塊錢好有價值 對 我就換到一個這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偽裝成商品的贈品 本來就不用錢的 本來就要送你的 然後騙你一塊 但是它加一元讓你覺得 這公司對我真好 對我這個會員 真的有獨特的優惠 所以我們明明就是受害者 然後還覺得說 還不會太大了 我們還在沾沾自喜的 孩子覺得自己好聰明耶 買到賺到耶 好吧 我們從剛剛聊到現在 我覺得大家都已經就是 沒什麼理性 但是漸漸他們在幫我們 冷靜過來 對 所以現在我們要幫大家 做一個測驗對不對 要請石芳來幫我們做一下 現在大家看一下 好 好 如果說你看到一個廣告 是這樣講 對 保鮮盒三個三百 運費五十 保鮮盒三個三百五 免運費 保鮮盒一個三四九 買一送一 嘉義人多一件 要快 要快要直覺了 三 因為後面有人在排隊 三 三 怎麼可能 三選一 那個誰 小梁哥 三好了 三 都穿 大家承認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狀況是這樣子的 他每次在問你的時候 或是你看在那邊的時候 後面很多人在等你的結帳 對 那你要很快速的 所以你會面子問題 對 你會不好意思想太久 所以你選擇 當然是三 拜託 買一送一家園又多一個 為什麼本來花一個的錢 會買到三個 所以你看我們這裡有五個人 都是選三 大家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 你們再重新加總一遍 三個通通是三百五 可是為什麼第三個 你就非常想下單呢 我覺得這個 你摸到頭有點痛 對 加起來一樣的錢 而且都是排我前面的蘿莉塔 選三 我站在後面 我也是選三 大家的記憶 轉圍到頭上 真的 蘿莉塔第一個說 三 三 三 對啦 我們就排在他後面 蘿莉塔還包三套 真的 我跟大家講 這個關鍵就在那個 加一元多一件 對 買一送 那個贈品 贈品在心理學上的關鍵是在於 如果拿不到 像是我賠了 對 對 一種贈品的心情 就像我們常常去保溫公司 我們就是明明那個什麼菜籃 家裡已經有八個了對不對 那可是他送給你的時候 你就 你會覺得好像還是要拿 還是拿回家 對啊 真的 你感覺 就保溫品也是啊 對 我跟大家坦承 我去住飯店 我連垃圾袋都想包走 垃圾袋 那什麼 這就是零元的威力啊 我說零就像 你只要一碰到 大概就會中 真的喔 也沒有 那小良哥 剛剛經過這些這樣子 整個整理下來之後啊 在各大賣場的消費 要怎麼樣消費 才會比較便宜 你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消費的方法 沒有 其實我有仔細想過 與其換這些喔 不能吃也不能喝的東西 到底要幹嘛 對 它有時候你給它背面看 它可能有比如說 你多少點可以換一條牙膏 對 還有 多少點換一罐醬油 或是一罐什麼什麼 葵花油 葵花油 或者說什麼買衣送衣 你會覺得說 那些東西拿回來 沙拉油喝一喝 起碼還家裡用得到 刷一刷 感覺好像還有用一點 對 你的意思是說 就把它拿來換日常用品 對 那或是說 它在旁邊一點 不是有什麼什麼 咖啡 買衣送衣嗎 你是你訂披薩可以怎麼樣嗎 打什麼折嗎 好像那個在日常生活上面 比較有吃到喝到的感覺 好 所以其實有道理啦 因為反正你家裡 就是要這些開銷嘛 對 那我比較想要聽蘿莉塔 因為她已經是那個小妻專用戶嘛 對不對 真的 所以你有什麼撇步嗎 像我的話 因為像我就很愛那個收隊發票 可是現在都是電子發票 你如果拿去一般郵局銀行 換 譬如說中兩百 你就是兩百塊 但是你拿去便利商店的話 它可以多換你十趴的東西 有嗎 所以變兩百塊 會變兩百二 妳是說 在那邊消費 對 我在那邊消費 然後或對 它會多十趴 為什麼我每次去換店員 都沒有告訴我 這樣差很多耶 怎麼會對 還因為他有跟店長交往 沒有啦 但是我真的沒辦法了 我只好吃虧了 對 而且如果你有它那個卡 你說我那個發票獎金 我要存到你們的卡裡面 又會再多五趴 所以兩百塊再多十五趴這樣子 好 那可是那在超市儲點的話 有什麼PayPal呢 超市儲點的話 它現在有一個下載它的APP 然後你比如說我儲值一千塊 它就送你兩百個那個紅利點數 那你這兩百個紅利點數 它可以回饋變成現金 它的點數現金是怎麼算 它比如說兩百點就是二十 然後再來就是你綁 而且是不是還有綁定 特別的卡 對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卡 而且現在都有自己的那個 那個什麼 然後每個禮拜幾 對 都不一樣 然後回饋 跟不同銀行合作的 我有點不懂 他到底為什麼要把我搞這麼忙 今天禮拜幾我都不記得 我還要記得禮拜幾 要用哪一張卡 因為那個點數 不是那個通路出的嗎 那點數就是那個銀行出的錢 對 對 他想要回饋的客人 但是他又不想要用自己的錢 他就是跟銀行合作 讓銀行來增加他的來客數 好忙喔 而且你看這樣換完 你有那個紅利點數 你再去消費 然後你又可以拿點數 我就可以換更多國際 真的耶 就是一直在那邊輪圍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有很多媽媽會中 爸爸其實也會 就是很多大賣場 它是點數 可以直接讓你回饋變現金 然後回饋的現金又累積起來 會覺得金額很大 那個也很過癮 對 所以就很願意幫別人代購 那要買什麼 我幫你買對不對 一起集那個點數 但是賣場 這一定要問你 就是在這個集點上面 我們要小心什麼限 其實有時候要理智一點 就是舉個例 你剛剛跟我們聊也滿開心的 我常常都很開心 看到大家集得這麼開心 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以前就是行銷人員嘛 對 但是我說真的 有很多東西 我們真的不見得用得到 老實說 我換到的那個鍋鏟跟烤盤 我到現在還沒用過 對啊 因為我這邊你看那麼新 我全部都還沒用 它都是新的 因為果實新也是 就是沒有可能換到 是無用家電 我說你誰有可能 這麼早上特別起床 然後幫每個家人打一杯果汁 然後你要洗半天 我到不去就接口 像我也買一杯飲料 每個人一杯就解決了 蘿莉塔的那一些什麼 水果刀啊 什麼小刀 那個我家也好多 是嗎 就是你會覺得它顏色很漂亮 好像很好用 其實也有一整套 但是太多了 太重了 真的拿來切 它沒有這麼好切 老實說 你有在用嗎 很多的 我有用 我覺得還不錯 切什麼 你切什麼 切豆腐 沒有沒有 它這就是成功的行銷策略 所以它是忠實的客人 忠實的客人 真的 但是真的要想一下 如果划算 那當然你這樣急是 反正你本來就要買東西 就是多一個 多一個家裡要用的東西 但如果是家裡用不太到的 我覺得要稍微理智一點 好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